這次清風樓藝術家進駐的計畫是為期一年 那本來這個空間早期是台中縣文化局的時候的辦公場所 那在縣市合併以後 我們就把它規劃為一文研習班的一個場地 那可是我們想說再更有效的來運用這個場地 那我想說讓我們台中市集的視覺藝術第一年的一個目標就是這樣 讓他們來申請然後來經過審查 那目前我們領選有五組的藝術工作者 他們進駐到這個空間 那我希望說把這個空間打造成 民眾可以很親近接觸的一個美學空間 很感謝台中市港區藝術中心提供給我們這個展程空間 讓我們來運用 因為我們這個學會主要是以茶為主 所以我們就是用茶來做一個藝術的一個串聯 因為茶道藝術它包括的相關的藝術種類非常的多 有花道 陶藝 金工 竹雕 木雕 還有音樂 還有書畫 這個都是我們在我們這個空間裡面 我們所會營造的一個氛圍 對於藝術相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來參與我們的活動 其實港區這個地方以前來過幾次 也沒有很認真的去那個展覽的時候來看過 那我發覺這個地方的一個大環境 它是很像公園 滿漂亮的 對於一個藝術工作者 他提供這個空間可以靜下來 因為外面有這些很不會吵雜 潛移默化 對我們創作有很大的幫助 那民眾也會常常來這個地方 那今天這個地方改成一個藝術村 主要目的也是說想要讓民眾來這裡 除了觀賞那個既有的展覽以外 還可以感受到真正藝術家 他在創作的一個過程中 我們來了解藝術家他的生活 他是什麼是怎樣 拉近民眾的距離 那民眾以後也會喜歡藝術 甚至像你剛剛提到說 是不是開個課啊 變成民眾的參與 所以這個是應該是最主要目的 宣揚啊 教育這樣子 大家好我們是KWT工作室 然後我是KWT的K 然後這一位的話是W的Waiting 然後這一位是T的Tima 那我們這個工作室的話呢 是以藝術及生活 生活及藝術作為一個我們的宗旨 那希望大家就是在假日的時候 有空可以過來 然後來做一些手作的體驗 這次因為退休 退休剛好看到網路上有 這邊青荒樓有要 要釋出這個他們的辦公室 那個烏拉局辦公室 讓我們抱著一種 姑且一世的心情 那就 欸 竟然給入選啊 那入選以後就 這裡算是一個 一個可以讓我們 真算是練習啦 或是可以服務民眾 讓民眾來這裡的話可以 我那邊有一個體驗區 那邊體驗區讓他們產生興趣 然後可以推廣美育嘛 就是這個 把我這個最後 退休以後的時間 看能不能給對社會有點貢獻 我這邊是做創意加想像的教學 在插畫跟繪本方面 我是希望小朋友可以在港區 跟我這個很溫馨的小工作室上 發揮一連串的創意在這邊 我們想這一年 小朋友可以做一連串的創意在這裡 所以我們有免費畫公仔的活動 差不多是每個月 第二個禮拜六早上 有十名免費畫公仔的活動 我們是希望推廣美術 讓小朋友可以畫揮他的童真 畫出我們很漂亮很可愛的公仔畫出來 經過審查 那目前我們林玦有五組的藝術工作者 他們進駐到這個空間 那我希望說把這個空間打造成 民眾可以很親近接觸的一個美學空間 這個進駐計畫是完全免費 他們只有付一點點的水電費 那我們希望說這個空間可以更有效的運用 更活絡 然後民眾來 除了我們參觀我們園區的美景以外 有展覽有表演 但是還可以跟藝術家做一點交流 這樣 那我會希望你可否為了 我擔任 那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 你會想說